現在刮刮樂的偷刮事件 風暴已經持續的擴大 臺菜雖然在昨天下午緊急 將四家涉案的經銷商 停機處分 也表示會讓彩迷退換 有問題的彩券 但是很多人已經不想買了 昨天星期四的批售量 就比平常硬是少了一千萬 原本應該是營業時間 卻大門深鎖 四家涉嫌偷刮 彩券的經銷商 有業者在星期三 事情爆發後 為了避風頭自行停業 也有人則是撐到台彩評級處分 一張那個關於店 我看你如果要休息 都要休息 你們都幾點休息 都插到高點 人家來在說 要看有開還是沒開 有開要嚇 我不然都不在 以前生意很好 現在現在差很多 因為可能就是這個事件吧 受到影響的不只小券商 台北市林向來生意不錯的彩券行 因為在不知情的狀況下 販賣問題呱呱了 整個早上也是門可羅雀 從數據來看 星期三爆發偷刮事件後 台彩的批售量 隔天馬上掉了一千萬 超過兩成的業績瞬間消失 這也讓台彩不得不緊急處理 得知這些有偷刮過的 微刮的這個彩券八千多張 已經被刑事檢察局扣押 那隨案移送這個地檢署 所以現在目前的這個市面上 並沒有偷刮過的彩券 8月20號是消費者可以來換彩券 延到八月三十一號 該丟的都丟掉了 不可能留到那個地方 那個東西放在那邊 民眾對呱呱了的信心 顯然蕩然無存 台彩該怎麼重建消費者信心 度過危機 將是最重要的課題 民視新聞 郭樹銘 蔡明正 台北報導